欢迎来到美厅 灵魂淡然是一个人最顶级的魅力 杨将先生曾说,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生活的简朴来自心境的平和,高贵的灵魂源于内心的淡然 人生很短,世道很难,没有必要一味纠结事物的琐碎 凡是看淡一些,反而能收获不一样的天地 黄静远在《风蝶令》《惊鸿起》中写道 繁花似锦密安宁,但云流水渡此生 喧嚣处从容,风雨中不惊,淡然 从来都是一个人最顶级的魅力 一,做一个灵魂淡然的人,随遇而安 人自有良笔,一撇再得,一纳再失,得之怕失去,失之悔当处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为人还是处事,都不可太过强求 乐来欢喜,苦来甘愿,才能在生命的旅途中 坦然面对人生无常,聚散无定 玉娘是苏氏好友王拱的歌迹 那一年,王拱受到屋台失案的牵连 被贬折到岭南荒僻之地宾州 几近家破人散,然而玉娘却毫不畏惧,毅然跟随 原封六年,王拱北归,与苏氏会宴 席间,苏氏见玉娘毫不颓废 气质依旧轻力脱俗,便好奇问道 岭南的风土应该不是很好吧 玉娘瞧出苏氏的好奇,便坦然答道 我先安定的地方,便是故乡 人生得失聚散,皆为常事 唯有灵魂淡然者,方可随遇而安,从容生活 无论生活如何,岁月怎样 都要做一个灵魂淡然的人 得之坦然,失之淡然,用豁达的心看世界 人生也就不再有逆境了 六祖谈经曾说,此心本境,无可取舍 各自努力,随缘好去 随遇而安,并不是随波逐流,与世浮沉 而是历经了岁月的打磨,看淡了生命的苦难 从而修得淡定从容,不为风霜 与其悲天悯人,不如随遇而安 与其执意当下,不如顺其自然 人生无需纠结,心安便是归处 随遇而安,学会看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二,做一个灵魂淡然的人,宠辱不惊 有双小记,有怜,宠辱不惊,看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疏 话语虽短,却点透了世间真谛 人生海海,不过祈福,成败得失,无非因缘际会 身处局中,如何自处,皆在于我们的心境 班杰鱼是西汉汉城帝的妃子 他聪明伶俐,文才出众 出入宫廷,便凭借出众的美丽与财华 引起了汉城帝的注意,从少使到劫鱼,连升六级 面对汉城帝的偏爱,他并没有恃宠而骄 依旧克己手里,甚至在汉城帝行事不当时,归犬帝王 然而,赵飞燕姐妹的入宫,却让她陷入困境 姐妹二人为了争宠,无险班杰鱼参与了巫蛊案 汉城帝大怒,前去质问她 可她却从容不迫道,此事我根本不屑于去做 汉城帝看着她超然淡薄的神情,又想起往日情分 最后不但没责罚她,反倒给予她许多赏赐 对于这些荣辱起落,班杰鱼早已狠淡 与其将人生寄托在帝王身上,不如急流勇退 活得轻松充盈一些 其实,人活着,本就无需在意宠辱是非 别人能给你,也就能收回 患得患失,只会让我们活得太累 所以,面对人生宠辱,豁达一些 无畏一点,别再牵挂,也别再解释 不畏公民苦,不受荣辱类 在喧嚣中密得平淡,于繁华处学得释然 蔡根坛有这么一句话 君子是来而心使现,是去而心随空 荣辱不惊是对命运最好的态度 而唯有灵魂淡然者,方可得知 三,做一个灵魂淡然的人,优雅从容 有人说,气质,是一个人历史最好的门面 淡然,是一个人气质最好的诠释 淡然不是冷漠,不是自负清高 而是面对任何状况,都能保持平心静气 继而优雅生活,顺心而行 被称为最后贵族的正面 她的优雅,从不因外表的彰显 而是在于灵魂的沉淀 51岁时,她被捕入狱 在那脏乱的狱中,她始终让自己保持优雅的姿态 每天早起,整理好自己后 便拿扫帚打扫预防 连存水用的脸盆她都会做了盖子防尘 纵然米饭不够 但仍从每顿里留一些当江湖 将一张一张手指贴在床周围的墙面上 哪怕双手画浓流血,也要拉上库链 哪怕在不见天日的监牢里 也要保持仪表的整洁干净 旁人耻笑她落得如此境地 还不忘资本主义习性 而她却搬出以讲卫生为光荣 不讲卫生为可耻的语录 继续每日的打理 六年半的监狱时光 她不仅没有沮丧沉沦 反而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让自己变得更加风雅卓绝 优雅从容 不仅是她的生活态度 更多的是她骨子里对命运的抗衡 越是艰难曲折 越是岁月变迁 越要保持冷静 保持曾经的优雅 唯有这样才能保持向上的姿态 冲破命运的枷锁 一个灵魂淡然的人 从不会因苦难而脆弱 反而会因为人生的积累 历久弥新 俗话说落花无言 人淡如菊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风雨 灵魂才会浸染别样的韵味 唯有在时光中浅全翡测 人生才能不受苦难的牵绊 淡然 从来都是一个人最高级的活法 四 做一个灵魂淡然的人 自成风景 网络上有人问 人生在世 什么最难控制 有人回答 人世间最难控制的 永远是自己的心 心若是通了 则人生处处是风景 人生 就是从外走向内的体验 凡是向内探索 花开自有蝶来 简爱幼年时 父母就染病双双去世 他被寄养在亲戚家 受尽欺凌 虽然后来他被送至福利院 可依旧受到院长及同学的摧残 所幸 简爱不曾认输 他从始至中都相信 生命中最好的贵人 是不断努力的自己 对于外界事物 他无欲无求 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自己身上 利用一切时间学习知识 弹琴画画 样样精通 很快便拥有不逊色于其他贵族的气质和学识 最终 凭借着不屈的意志与淡然的灵魂 他收获了爱情 活成了最美的风景 其实 越是灵魂淡然的人 越知道自己的目标 他们懂得 在生命的破碎中 如何找到美好 在生活的繁琐中 怎样收获幸福 白居易曾写道 世间好物不兼劳 采云一散流离脆 人这一辈子 际遇万千 每时每刻都不尽相同 若只沉溺破碎 纠结对错 难免会错过太多美好 身处逆境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悲观消沉 自甘堕落 可怕的是丧失信心 不再顺心而为 许多时候 命运的好坏 不在物质的风盈 而在内心的态度 若能拥有一颗通透淡然之心 便可寻得一份随和 享受一份宁静 人生到最后 能依靠的永远只有自己 所以尽兴去活 用最洒脱的态度 活出自己最美的风景 周国平说 人生有三种境界 最低境界是平凡 其次是超凡脱俗 最高境界是反扑归真后的淡然 人生是一个苏醒的过程 生命是一场成长的抉择 一个灵魂淡然的人 早已学会了随遇而安 在历练中懂得平和 在困境中收获美好 一个灵魂淡然的人 早已看开了荣辱得失 摆脱了浮明物欲的诱惑 只需内心的坦然与安定 一个灵魂淡然的人 便是早已优雅从容 不惧风雨 灵魂淡然 早已心无牵挂 自成风景 人这一生 不求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于心 不论生活如何变化 我们都应该让自己 活得舒适而自在 宁静且丰富 不复相遇 不谈亏欠 不悔青春 这才是生命中最好的模样 才是灵魂最好的境界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